欢迎大家来到观音残琳的威赛节祝福利2562年 今天我们很高兴 我们很高兴 我们今天有两个很高兴的朋友们 欢迎大家来到今晚 观音残琳今晚的魏赛节 2562年魏赛节的 活力2562年魏赛的庆祝 我们今晚的博博开心很荣幸的 也是很幸运地有请到两位非常殊胜的导师们 给我们开示 那给我们做第一个开示 我们的介绍会会由Kogen Sunim 让我给他介绍一个介绍 Kogen Sunim是从澳门 他在2003年开始練習 然后在2008年 他去了Bikkokuji Temple in Japan where he got monk's ordination from Dangan Goshi Sama Since then he has practiced in several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Korea Including Tsung Gan Ji Bosang Sa And Yang Chong Sa He served as a head mark in Kong Ye Sa In the years 2015 to 2016 And in the years 2015 to 2016 And in the years 2016 to 2017 Right now he is in charge of our Toma Tahoma Zen Monastery And Enzo's House A Buddhist Hospice in USA Washington DC 那给我们做第一位开示的呢 是洪玄法师 洪玄法师于2003年 在波兰开示佛教修行 他在2008年呢 前往日本佛国寺 并依圣行禅禅师出家 之后呢他在还国的多所佛式修行 包括草原寺、无上寺和香泉寺 那2015年呢 到2016年呢 他就被 他就身为 韩国华西寺 2016到2017年呢 为日本 东圣寺的手作法师 洪玄法师呢 目前在掌管 美国华盛登特区 伊地禅寺 以及佛教临终护理 禅圈屋 那接下来呢 有请洪玄法师 so 洪玄法师 so 洪玄法师 Good evening everyone 大家晚上好 to Zen Master and Venerable Chibun Venerables and Old Arma Friends 那也祝常师晚上好 还有我们基文法师 还有周围的佛友 我们晚上好 so today's this year's theme of the VESAK is whole hearted attention 那今晚我们的 所以今年呢 我们那个 我们的庆祝的那个主题叫做 用心 and it seems it's very very relevant topic at the moment 那对我们来讲呢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主题 if world could use something at the moment it will be probably some good whole hearted attention 因为呢 在如果世界上发生任何一件事 产生任何一件事呢 我们都要得到完全完全的用心 I'm commuting here sometimes with the MRT and it seems like I'm the only person in Singapore that doesn't own the cell phone 那我在来这里的图上呢 一直在做我们乘地铁的时候呢 我发现了啊 我感觉似乎 我是全新加坡唯一 没有手里拿着手机的人 因为呢 在地铁上呢 我发现呢 几乎每一个人呢 都完完全全的 被他们手上拿着这小箱子呢 完完全全的射住了 射密了 着迷了 那有时候呢 我就有点好奇了 也非常不恰当地 往别人的肩膀上看他们手机在按什么东西 他们对手机的用法是非常有趣的 那有时候呢 他们举例他们有时候看电影啊 那他们看电影的时候呢 他们会每当轮到那些好像比较无聊了 比较乏味的那些片段的时候呢 他们就跳过去 那现在呢 那现在呢 当时看电影已经不足够满足他们的欲望 他们要的就是 一直看电影里面的那些精彩的片段 或者 或者 有些人呢 就 有些人呢 就 看那些 网站的时候呢 他们照片的时候呢 他们就一直往下滑 他们就在看到对他们感觉有趣的那些照片的时候呢 他们会停了停顿大概半秒 然后又继续的往下滑的往下滑 那现在呢 我们的关注的心呢 已经变成了金钱了 因为在手机上你点击某一件事呢 某一件东西呢 某一个人在某个地方呢 就会收到钱了 所以呢 一切在网站的东西呢 都是完全被抓住我们的注意力而设计的 那不只在佛教里面呢 我们甚至在神经学里面呢 我们也知道这个 专注心呢 在我们的脑子里面是在处在两个不同的位置 也有两种不同的用心的方法 那专心呢 第一种呢 就是被刺激物所刺激的 就是由外在吸住我们的注意力的 或者是内在的一些感触 所以呢第一种呢是被动式的用心 第二种呢是我们专门的用心 就是我们有意识的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某一个地方 或某一件事物上 那随着我们的手机的 智能手机的不变化 还有周围的那些信息物 还有那些传媒呢 所以呢大部分对我们来的 是精神上面的刺激呢 都是来在被动式的这些刺激 所以呢最近就算我们觉得要 要专注注意的时候呢 就已经觉得很乏力了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试试 所以在15分钟 我会停止谈 你可以坐在哪里 然后呢 你会停止谈 在哪里 你会停止谈 在哪里 你会停止谈 在哪里 你会停止谈 那接下来呢 让我们做一个小实验 我们将在15秒钟之内呢 就是我不说话 那么你们又想办法照在那边 保持你们的注意力 别让你们注意力被外在的那些景物所拉去 我们现在开始 我们现在开始 一会儿 在哪里 我会停止谈 我会停止谈 那思维 那思维 思想本身呢 没有所谓的好 也没有所谓的坏 那六祖曾经说过呢 如果一念的那个俗 清明呢 就让你成为佛陀了 但是如果你执着的是你的思想呢 你的思维 你的想法呢 那你就非常 要保持清明心 那是非常困难的 那是为了治疗的 那是为了治疗这种病呢 佛陀给我们的那种药呢 就是静坐 那我们时时刻刻呢 就保持我们注意 我们关注我们现在当下的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时刻刻呢 我们时刻刻呢 所以现在我在说话 你们在聆听 现在我在说话 你们在聆听 那可能有些人呢 觉得在等着 让我赶快把说话说完 好 让你们去听禅师的话 开示 那我也不怪你 因为我也是在等禅师的开示 那现在的情况就是 我还有五分钟的开示 那你们也是完全专心的听着 那这就是正确的处境 正确的关系 还有正确的运作 那修缠的意思呢 就是要我们回 要你回到你的 未思维前的心 那是我们怎么样去展现这样的一个 表达这一点 那当你的思维切断的时候呢 这接下来 你的正确的运作呢 就自然的出现 显现了 有人饥饿 你就给他吃的 有人口渴了 你就给他喝的 那有人受苦呢 你就帮助他们 但是呢 如果在那二十秒钟 真的有你感觉到你自己的心态在迷失的话呢 那你就可能做一点锻炼啊 那你就可能做一点锻炼啊 这一类的心灵的训练之后呢 那你在你平时的时时刻刻呢 就能保持这种清明的心 谢谢大家专心的聆听 谢谢大家专心的聆听